金刚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有威法 如梦幻泡淫 如露意如电 因作如实观 说的一点都不错 佛与法神菩萨 他们的看法想法正确 完全是事实 设法界一真庄严 包括六大轮回 全是梦境 梦中所有境界 你能不能得到 得不到 自以为得到了 那是你的往下 事实上得不到 那我们今天 也有了一点 科学知识 我们现实 能不能得到 我们现实 言所见 而所闻 深能接触到的 六根接触到的六成境界 是会什么事情 能接触的六根 所接触的六成 这些全部 都是奇心动念 念头波动 频率当中 所产生的幻想 这个频率多快 多高 米莲菩萨 我们用现在 一般科学通常所说的 以一秒钟为单位 一秒钟 它的波动 次数有多少颗 一秒钟 我们现在用的数码电视 一秒钟是一百 像照相机一样 一百个 这个影片 一秒钟 一秒钟 一百个 所以我们看不出 破绽 好像是真的 那实际上 我们这个现象的时候 在我们面前的 一秒钟 频率又高了 是 两千 两百四十兆 一秒 两千 两百四十兆 怎么算出来的 米莲菩萨 跟释迦佛 谈话的时候 佛问他 米莲是 法相为师的 专家 法相为师 就是今天讲的科学 所以米莲菩萨是科学家 这些都是物理现象 米莲菩萨 佛问的 是心有所念 凡夫 我们凡夫起了个念头 这个念头 我们感觉到 这个念头 佛问的 有几念 这个几念是微系的念头 有几项 项是物质现象 有几时 是心理现象 就是受想行识 合起来了 项跟识合起来 就是佛讲的无韵 无韵是精神 是物质最小的 所有的都是他祖后的 金刚经常讲 一火象 一就是无韵 那无韵是持着有这么一个现象 那米莲菩萨回答说 这一弹指 佛说弹指之间 有三十二亿百千年 你看这么多七年 一弹指 有三十二亿百千年 一百个千是十万 三十二亿乘十万 三百二十兆 一弹指 有三百二十兆个念头 那一秒钟能弹几次 有人告诉 可以弹七次 那七次 三百二十兆乘七 就变成 两千两百四十兆 这么高的频率 现在科学没有办法掌握 但是科学家相信 因为现在科学仪器 可以能够探测到 就是掌握到 一千兆分这一秒 现在的一切 所以他能把物质的问题解决了 物质到底是什么 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想 物质从哪来 从念头来的 这个道理 佛经上讲的 但是从来没有人 把它讲清楚 讲明白 为什么 真讲清楚 讲明白了 你就利苦得罗了 那怎么利苦得罗呢 我那个 我那个我的念头全部都不要了 所有毛病就没有了 一切善的念头提起来 那落就来了 就利苦得罗了 美国布莱登波斯 我记得是 2011年 那他们一些科学家 在澳洲悉尼 开会 通知我了 好像我在香港 我没去 我打电话 给我们学院 学院派了八个人 去听 只能听了两天 回来向我报告 他们头一听 是科学 量子科学 最近研究报告 那我们听了很欢喜 跟复发越来越靠近了 第二天呢 是专门探讨 这个 玛雅 2012的灾难预言 这些科学家里面 确实是 一半一半 一半人相信 玛雅预言是真的 会发生在那 另外一半呢 他说未必 未必是真的 认为 不可能有在那 一半一半 那怎么花起 万一真有的话 万一真有的话 怎么花起 美国的科学家 布莱登 他跟大家的 简易 因为他是研究 两次物理 静随心转 一切法 从心向身 这跟佛教万一相同 那既然随心转 如果地球上的人 能够 能够 弃物 扬山 端正 你心念 这三 就能化解 那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那去化解灾难的时候 念头 那么同样一个道理 化解我们身上的疾病啊 也是念头 念头纯正 不会生病啊 为什么 细胞 每个细胞都是健康的 没有带病毒的细胞 你怎么会生病 老化的细胞 可以恢复成正常 带着病毒的细胞 恢复正常 老化的 它能转成年轻 很有道理啊 那么念头里头 我们学佛 学了六十多年 念头里头 最善的念头 无过于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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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